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这个现场视频出来了 现场视频黑乎乎一片 就听见这个姓雷的 肯定是被便衣控制 喊这个救救我要救救我要救命 喊这样的声音 现场这个烤羊串的烤什么的小贩 我看见了什么 根据北京警方现在出来的呢 就是我觉得他们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先断定这姓雷的是嫖娼 其实他是不是嫖娼 和他该不该这样死 是两码事 两码事 这昨天就说了 但是嫖娼的问题我们也要关心 足疗女出来了 说给他打飞机了 两百块钱 当然很多人 我觉得这些人都是老手吧 就是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啊 两百块钱 说这还真是 电话号码给我 对 广大农民工作福利来了 什么的 说两百块钱 好 反正 说打了飞机了 那么打了飞机呢 然后就是说呢 他要去接飞机之前先打个飞机 你看你真幽默 这个咱们可以看看相关图片 看看相关图片 这个是现场 现场 这个再看下边 这就是那个足疗 昌平警方 在5月7号8点多 针对这个 看来昌平群众跟朝阳群众也有一篇了 根据群众举报吧 反正是 组织变医警力 开展侦查 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细节是什么 晚上9点14分 民警发现雷某从该足疗店离开 立即跟进亮明身份 这个对齐盘查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不是抓奸在床 不是抓嫖在床的 对吧 你再看这 这是现场发生地 你再看下边 这个人们说 画这个右下角这个框啊 这个绿色的这个框啊 写着这个 这个起 你看起点 起点是他调的 据称涉嫌嫖娃娼的地方 写着中字的地方 是他家住的地方 然后就是说 他走了一个这样的路线 就是他 到了那个 车程于二十几分钟 就所谓要嫖娼的地方 所谓要嫖娼的地方 他本来应该去接人呢 确实应该在左下角 回龙贯东大街的那个方向去接人 这是人们对他的一些路线的一些揣测 或者怀疑 我觉得就是现在昌平警方讲的是什么 雷某试图逃跑 然后甚至在这个逃抗拒当中 咬伤了警察 动了嘴了 对吧 咬伤民警 并把民警所拿的拍摄设备打坏 那所以没有录像了 但是也有些人说 那就坏的那么彻底了 就是反正就是说 也解释了 民警在车上一路拍他 有不是现在民警执法经常都或者带着执法 对或者带着射路机 他要存证吗 他把这个打坏了啊 后背控制带上车 行驶中雷某还要挣脱 看管从你看他是说他坐在车后坐 从车后坐窜至副驾驶的位置 蹬踹这个驾驶的 让他停车 造成停车 然后他开车门跳车 后来人们就问 那是不是脑袋呱呱跳车摔死了 民警都说了不是 但是就确实有这个情况 他光机摔在地上了 然后呢 又把他再次控制起来 弄上车 然后呢 再次控制嘛 这个时候的民警是穿制服的民警还是便衣 便衣 还是便衣 然后呢 因雷某激烈反抗 为防止其再次脱逃 民警依法给其戴上手铐 并于21点45分戴上车 在带回审查途中 发现他不对劲 不舒适 赶往医院就出现了 昨天咱们知道的这个情况 两位怎么看 我想起来我有个朋友 很多年的老朋友 也很多年前也被昌平的人背过上车 然后在车上 也是一番的这种事情 然后最后他也受伤了 扭伤了腰啊 然后就一直好不了 好像以后也少去常听 这个呢 就是你看他现在这个 我注意人大 不是说人大硕士吗 人大 他雷某的同学 家人啊 这愤怒啊 就抗议书出来了 但是他们这个愤怒 我感觉基本上一个就是 先是嫖没嫖 他们好像都不服 对吧 嫖不嫖我先服了 对吗 我什么意思呢 我是说 即便他真的嫖了 那又怎么样呢 咱们说的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对吧 我觉得呢 这个事情里边啊 第一 等待事实 因为昌平人民检察院 而且等待尸检的结果 我觉得这个是铁的事实 必须要搞到 但是呢 咱们不现在不都讲程序正义吗 哎 我倒觉得在程序上 我们可以来说一说这个事情 他很有意思 你比方说啊 呃 在哪一抓嫖 这个就涉及到 呃 我们过去啊 因为我做过法治节目 过去呢 公安的执法动作 都是这个 往往是比较隐秘的 呃 出于大家都能知道的原因 就是往往不说 对吧 一般都是说 我们警察在工作中 你看朝阳警察 从来都是在工作中 对吧 警察进行了工作 包括这个 强制约束措施 对吧 可是呢 在这件事情上 因为涉及到了死因 嗯 你比如说从 咱从对等的角度来说啊 我觉得你看 看外国电影 都是叫叫 香港叫死因延训庭啊 就死因延训庭 假如真到那种法庭上 我认为啊 你对他的动作 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 他对吧 从后座到前座 登出来副驾驶 然后跳车 说这么清楚了 那假如真的死因延训的话呀 你的这个执法动作 你的这个抢制约束措施 对 抢制约束 到底怎么约束 不管他是不是心脏病触发 嗯 那么我 我觉得这事啊 甚至我就觉得这个事 到最后未必说的清了 嗯 因为真的按照十万分科学的角度来说 嗯 假如真的闹到说 心脏病触发的原因 嗯 与外部动作之间 嗯 存 我不知道咱国家的法医 有没有细密到这个程度 至少咱知道西方法庭 那家伙打官 那真能打到这个程度 就是说他是心脏病发作了 但是他是什么心脏病发作 嗯 他是什么内原性 还是外原性 嗯 你当时做的某种动作 是否跟他心脏病触发 很难说得清的 这个事情就很难说得清了 对 在很多国家死因延训 这个都做不出结论 为什么呢 因为死因延训 大家常常误解啊 所以死因延训 以为他的工作 就找出谁负责 不 他只是做一个很客观的了解 死因是什么 而那个死因是什么 说到最后 说是一个心脏病发 心脏病发是什么呢 有时候甚至都不会说 是一个什么外面的动作造成 他就算说了 他也没法告诉你 那是谁来负责任 所以死因延训 跟一个法庭上 我们去追 追究 一个案件的责任人 是两码事 完全没关系 而且法医是谁 法医跟警方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 他是不是一个第三方调查这个事件 因为公检法 我们常常是一个小组吧 是不是 那么但是这件事情的关注点 是非常非常有意义 现在在网上 我看了一下 真的就是两种关注点 一种就是说 有没有嫖娼 就关心的就是有没有嫖娼 打了飞机了 另外一种就是说 是打了飞机很奇怪 因为他是打了出来以后 事后被便宜抓到 这我还真很无知 这个便宜怎么这么有本领 这我还真很无知 打飞机算不算嫖娼 算不算嫖娼 我不知道 算 我不知道 卖淫 就是咱们才有法盲 打飞机算嫖娼吗 你不是以前做法治节目 我觉得应该 算不算不知道 应该是 但是这个事后判断 这个本领就很强了 就是有一个人从里边跑出来 便一啪上去 已经知道他飞机已经起飞了 或者降落了 这个是怎么判断的 这些都是在关心前面一点 他完全可以说 我真的是洗脚 那不行吗 泡脚了 但是这些的焦点就是 有没有嫖娼 而另外一些人关心的是 我觉得两个关心点 背后真的太不一样了 一个是关心这个社会道德 私道人心 一个是关心这个公权力 有没有执法者违法 这个要是在别的国家的话 因为这种事情全世界都会发生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要是这个事情发生在阿富汗 或者是中东的国家的话 大家关心的是前者 主要的 因为你如果说 这个人是在性方面 有不道德的行为 那是要被石头丢死的 所以后面的结果 大家是不关心 所以现在很多人的热情 就在关心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他们要追究的 就是说有没有嫖娼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 发生在美国的话呢 那这个我们知道 美国太多了 就是警察执法 滥用暴力 对 这个就是 就是执法者违法的大问题 所以其实 每个我们的节目的 每个观众 大家每个人在关心 这个消息的人 都可以自己问一下 你关心的是什么 然后你才发现 你对这个社会的 基本看法是什么 我告诉你 我关心的是什么 广告之后我跟你讲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上 你不要把我看得那么低 我不是只关心 打飞机算不算嫖娼 我我纯粹是为了服务 很多男性观众 我觉得他们需要 行走江湖啊 他需要这个问题 需要搞清楚 这是一个问题啊 我们要负责任的说 要不然我们观众 看了节目之后 以后误触法网 那我们担不起这责任 我现在就给你 负责任的说呀 就是说呀 翻阅相关报道可知 打飞机算不算呢 不同的城市 界定并不相同 北京 你看 2013年什么 金华时报记者 访问北京警方 民警称 向打飞机 凶推 对吧 凶推这事 徐老师手吧 是吧 什么叫凶推 什么叫凶推 我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就是打飞机凶推 这种属于这个 什么叫凶推 这个色情服务 属于色情服务 你要不知道 你能装杀支架吗 就是在北京警方多年的实际执法中 均认定为卖淫嫖娼 北京警方是认定的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好像有另外的解释 依据呢 是公安部的司法解释 哎 这事是咱就要学习了啊 卖淫嫖娼 是指不特定的异性之间 或者同性之间 以金钱财物为媒介 发生性关系 重要的是括号 括号 不包括推油等按摩服务 推油 徐老师也熟了 是吧 不包括推油等 不是 推油没事 推油没事 徐老师 别怕 不包括推油等按摩服务 但是包括口吟 手吟 肌肩等的行为 这算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北京警方就是说 打个机算这个 这个嫖娼 好 然后呢 我好奇还问一个事 就是那 现在这个尸体 尸体在哪 尸体 就是检察院呢 我听说这次要出动第三方 我听说啊 不是 不是 不是确实的 就是要 要解 因为这个事情闹大了 但是这个事情啊 徐老师刚才讲了一句 什么攻减法啊 我就跟你说 攻减法过去 我们都是一起提 感觉是一家 可是实际上 他不能是一家 对吧 他应该是各司其职的 对吧 所以你只能 因此我就觉得 我说我真正关心的是什么了 不是打飞机 而是呢 通过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过去我做法制节目 我们是说 因为这个表面上的理由 就是公安的很多手段 不应该公开 对吧 但是 是不是有些时候 你牵涉到了这个重大公共利益 这人命关天的时候 那么你的动作 你的执法动作 这个甚至广而言之啊 警察执法的动作 我认为啊 是个普遍需要探讨的问题 这无论在全世界任何国家 这都是一个关系到每一个人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 我关心的可以用今天我收藏的一个微信 来跟你们讲 就是这个人呢 他他说的呢 这个是什么网呢 是一个叫刑事法律圈 他说他汇总了多个司法的这个咨询 他告诉我们说 标题叫开门 我是警察 这个时候他做了22件事 但是老实说啊 我看了之后啊 我又觉得他这是中国法律吗 我也不太明白 但是呢 他应该做22件事 他就说啊 不是查水表吗 如果有人就是开门 我是警察 一 他没有立即开门 因为他知道一旦开门 他就丧失了对话的平等地位 二 他要求知道警察的姓名 性别 所属单位和长相特征 并把这些信息告知他的家人 三 他通过眼孔或者防盗门 核实警号徽章 然后打110核实了 四 他还查看了拘留证上 是不是写了自己的名字 有时候警察办案是先抓人 问话之后再补手续 五 他拿出了苹果手机记录全过程 然后上传到iCloud 即使手机被扣 也可以自动上传 什么五啊 什么六 他告诉家人 我爱你 12小时后联系哪个律师 律师的联系方式在哪里 七 他很理智在路上没有多说话 更不打算跟警察冲突 八 他装作不经意观察 到底是刑侦支队公安局派出所 检察院还是某政法部门 这很重要 关系到侦查的合法性自首等一系列问题 九 接下来他会被讯问或调查谈话 他知道最长只能24小时 要么出示居留证 把他送到看守所 要么就放了他 十 他谨记 法律要求你实话实说 但没有要求你说出所有的话 所以他的口头禅士 我记不得记不清楚了 十一 他从不说猜测性的话 因为猜测性的话不属于实话 尤其是那些猜测性的话对自己不利 十二 他等待警察向他第一时间宣读权力义务告知书 其中有两条 你可以聘请律师 你有无重大疾病 十三 看守所比公安局要好得多 想想怎么能拖到看守所吧 十四 他主动要求请律师 很多讯问笔录中都说 我不需要请律师 其实这是写讯问笔录的技巧 十五 就是那意思 认真查看讯问笔录 即使只有两三页纸 他得坐满两个小时才叫卷 才签字 十六 如果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 你都拒绝在笔录上签字 然后包括记住警察的行贸特征 万一碰到刑讯逼空 十八 你要求休息睡觉吃饭 十九 他拒绝上电视 上新闻的权利 十二 他被刑讯 这老外都得上 你是谁 到看守所后 第一时间 要向住所的检察官投诉 让他记录 以备候查 尤其是伤情检查 十二十一 你一到看守所 第一时间要求确保候审 二十二 他等到了他的战友 律师 律师记录下 他被带走的经过 他留下的照片 他的伤情 这些将成为法庭上的证据 等等等等 我念完这个 我必须也要说一个 就是说警察兄弟也很辛苦 这个如果他们是合法依规执法的话 那么你作为守法公民 你也有配合警察工作的义务 这个咱们两方面都要说 但是 我觉得这太好笑 你刚才讲 你不觉得不好笑吗 这我觉得很不现实 刚才说很多东西 我觉得今天在中国 比如说你被逮捕 你现在是个嫌疑人的话 我们都说有见律师的权利 但是最近我们过去一年 看到有几个案子 都是你有见律师的权利 没错 但是在你见律师之前 首先你有上央视的义务 律师都还没见到的人 你先在央视见到他 那一家人都没见过他 他就你在电视上看了 有司法界的人大委员 一直在谈了嘛 两会上具体在批评 全国律师协会 我的校友 朱征夫这次两会提出来的 违反基本的司法程序 整个司法程序的破坏 所以你刚才讲这一大堆 我觉得我们都了解 这是应该的 这是合理的 其实中国法律 真的是有这个相关的规定 公检法部门 定当官的 说得很清楚 但实际上是怎么样 是另一回事 可是我现在在关心 还是另一件事 就我们刚刚讲到说 要上央视这件事 有没有注意过去一年多来 很多的犯罪嫌疑人 那么后来他们自己认错了 或者被控诉 果然是有罪了 他们都要不就有这种 公开认错 道歉的这种事 要不呢 就是常常会 让我们知道他很多消息 比如说他有嫖娼了 或者说是一些 很不道德的行为 那么像比如说 这一件事也是 那么多人把焦点就放在 刚才子彤讲 就说 发现他有没有嫖娼 这件事 我觉得我们今天已经 二十一世纪 中国是个法治国家 我们就不要再 把头脑绑在那种 道德的人格谋杀 这样的情况 你要证明一个人犯法 跟那个人道德败不败坏 是两码事 对不对 也许那个人 他也嫖过尝 也怎么样 还还做了很多 很不好 很不道德的事 但这件事 是我们的问题 就是他怎么死的 是 对吧 就就就你 我们 我们好像还是有 那种很相怨的 那种态度 觉得这人是个坏人 如果我们能够证明 这人是坏人 好像他怎么死呢 就都应该了 就都对了 这就是关键 对吧 这就是关键 文革的最大的遗产 就是这两个 一个就是 我保卫一个人 我不是 我不仅是为了国家 我不仅是为了党 我就是一个人 谁反对这个人 我们就打倒谁 这是他的第一条宗旨 第二条宗旨 一直到今天深入人心的 就是所谓 好人打好人是误会 坏人打好人是反动 好人打坏人是活该 就这个好人打坏人 是活该这一条啊 这个是深入人心的 所以这个事情一出现的时候 大家第一个要判断不是说打的对不对 而是说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只要我们认定他是坏的 或者说他做了坏事的话 那后面打的这些东西就是可以原谅 我一直受这样的教育 以至我第一次听到一句话说 强奸一个修女跟强奸一个妓女是同样的罪 我看了好半天都不明白呀 什么意思啊 你过去一直以为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强奸的修女这个 这个罪大的多啊 这个人家是修女 强奸的妓女你看 他穿成这个样子 后来我仔细想一想 哎 为什么要这样说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哈 你假如说有误伤打死人的话 打死一个嫖客 跟打死一个学者 是不是同样犯错呢 或者这个错的严重程度 是不是一样的 哎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我们很多年就形成了这一道 只要你是坏人 我打固然是中间有错 但是比一个打一个好人 这个错要轻得多 就这样 哎呀 人道主义光辉啊 强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可能啊 是我这个小时候干坏事太多 我从小害怕警察 我就一直到现在 我不是说警察说不可爱啊 我我我现在有好朋友都是警察 可是我真的就是 他只要穿着警服啊 我就有老爵子 虽然没干什么 行虚的 对 就没做贼 也行虚 我跟你相反 我大陆的警察 我有点不怕 但香港的警察 只要他的警车开在我的车后面啊 一会儿我就会做事情 所以说我这个人也爱钻牛角尖 我老在想 因为我又看外国电影啊 看的也多了 我就老在琢磨 为什么我说我对这22条比较感兴趣啊 22条金规 对 我们说哎 咱也不知道 比如说抓嫖 比如我知道香港警察抓嫖 好像我听说我叫放谁啊 放蛇 放蛇 那就是说 哎 以至于真的有抓的那个香港那个放蛇 那个警察的 就是他嫖完了才要钱 才抓这个妓女 那都不像话的吗 对吗 但是他毕竟他说 完成事 他要化妆可能一个嫖客 然后这个钱 夸其抓到 对 对吧 就是说他一定我想警方内部有守则的 但我不了解啊 就是说 比如说如何认定他是一个嫖 在哪种情况下 拿下他 从一个足疗店走出来啊 我一直就瞎琢磨这个事 我都不知道 哎 就是说 假如有一天警察把我抓了 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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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不能拒绝说话 或我能不能像外国电影一样 我说对不起 等我的律师来了 我再说话 然后就发现你心脏力发了 对 然后你就被强制性 我就 我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 哎 你能不能不说话 沉默 然后呢 你能不能说 等你的律师来了 再来说 能不能要求看他的什么证件 等等等等 我都做过研究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 对 先生 我肯定怂了 肯定做不出来 但是无数次会想象 但是呢 我看我们的这个刑事诉讼法里面 还是刑事什么侦查的法律里面 其实是有我们的特色的 我们呢 法律里边有一条 嗯 犯罪嫌疑人 必须如实回答公安人员的询问 嗯 你知道吗 他不主张 你有这个 对 你不 沉默权 坦白从宽 对 你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你得说 他是假定了警察是好的 抓的人就说 你要是坏 我为什么抓你呢 对不对 对对对 中国人基本上一个习惯 你一个条弄堂里 有一家人家 这个警察上门了 大家省心 甚至就是说 我我是清白的 但是我有一些难言之隐 比如说这可能涉及到 徐老师 我的朋友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可不可以说 我说我沉默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 我不讲回正题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 闹得这么大了 这个尸检应该是第三方 嗯 另外他的手机里的东西 被删掉哈 应该人家追究 到底是他自己删的 还是公安删的 如果是公安删的话 那个为什么要删掉 他都 我觉得这件事情 那么大了 全国人民都看着 其实刚才讲了这么多 不是在限制警方执法 其实是更好的 帮助警方执法 因为所有这些东西 如果合程序的话 警方才有微信 民众才不会有顶促程序 国家才会更加安全 当然 我跟你说 接下来我的朋友圈 我都有一个朋友圈的警察群 我他们在里面说的也有说 说很多时候妖魔化中国警察 说现在刑讯逼供 毕竟是少数 是几十几少数 等等 也我们也在逐渐的闻名啊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